那么上次有一位前行也传来给后学 他说希望也能够将正道歌里面的真意 能够真正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后学会尽量配合 那上个月我们谈到还没进入主题 我们只谈到永家大师的这一本正道歌 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 以及什么叫做正道歌 我们只有讲到这边对不对 还有开头的三个字叫做君不见 那今天我们开始来进入经文 所以在经文的最前面 我也用讲义提醒 所以君不见三个字 它是有提醒以及唤醒的作用 其所试字 试句 这是第一节 后学把它分为63节 解释的节 那么第一节来讲有试 因为前面也谈到了 每一节里面大概有试句或者六句 六句的比较少 试句的比较多 前面的其所的四句 其实是前经的总纲领 那么以后每一句 每一节都是在逐渐的来解说 第一句 以及如何开悟渐兴的这个道理 好 我们来开始 看第一段 第一句叫做 绝学无为弦道人 转客 母于汉的阴 这个弦 我们要设音设着寒 国语音都比较好练 台语汉音比较不好练 这个弦 我们解释里面后面会谈到 就跟我们的清弦的弦 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么刚才一讲 正德歌 里面的重点是四四句 但是这四句里面 最重要的是头一句 头一句最重要的 头一两句 什么句 绝学而已 这个如果了解 再做得到 后面 定义够讲的 但是 众生的经济不同 不不同 所以不定 还是要一一足足的去讲 个人的领悟 弦不同 那就有所不同 所以绝学这两个字 是正道歌 要弃入的那个入手处 就比如来讲 我们建议研究叔叔 大学 我请教我们主意 大学要入手 有两句而已 多两句 大学 两句而已 有两句而已 注意什么 多两句 我们也会讲到三肝灵 也会讲到五步功夫 也会讲到八条目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 从哪里入手 在明明德 明德是什么 光明的德性 自信 对不对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明 对不对 到底明德重要 还是那个明重要 到底是明德更重要 还是意义明更重要 明德更重要 光明的德性 自信 每一个人现在都有 但是那些买买 要靠明 明就是 江湖 对不对 真的 中国感觉 所有的江湖 到底怎么明 我现在要讲 怎么明 有两句 结婚而已 格物 从心中 格自己的心物 以及生物 我们的贪心 所以要聚取掉 我们这个结婚是明 所以经纪 那你练那个神经 关注在菩萨 再来 行生才能够 波罗蜜多时 对不对 要不要行生 那个行生 就是神经入所处 你要去走 走到哪 真沉溺 这样你才了解 那郑道哥 这个绝学 也就是一样 你要如何开悟建设 对这个绝他开始 因为绝他 要去告寒德云 寒德云 那边 收徒 如果告寒德云 就是逍遥主宰 潇洒一生 无忧无力 那个就是开悟建设的经济 所以你如果绝学 没办法 后面一步一步 那更加的困难 好我们来谈 后学把它解释 这个绝学里面 分成四段来做改学 四部分就对了 意思是说把绝学用四的四种质改学 给我们主意做参考 头一个 绝学绝学就是无学 无学 无学 台语叫做什么 不必学 要学的不用 这种东西不用学 我以明主这句话说的 人之所不能而能 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所不利而知者其良知 请问良知良能 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 有没有 要不要误 要好要不用 先要不用好 对啊 别那句六祖三千 好奇自性本质 什么 具足啊 好像大学也有一句话 美幽学拥主 二乎咬吃亚 有没有 自于我们都有 如果我们年约到这 做好孩子要嫁 请问你之前 做好孩子要嫁 你怎么要教他 说要怎么娶孩子 要怎么要教他 要怎么教他 都会这样教他 都会这样教他 有没有这个教育 正常应该没吧 有什么孩子 他就能 幼爱 能吃 能照顾 那个叫做天性 本来就具足 本来就具足 所以不用恶 所以拽恶 头节没有了 意思是无恶 不用恶 不用恶 就对了 不用学就对了 就是不必学 那个叫做绝学 可是这样看起来也很忙腐 渺茫 我们第二个来解释 什么叫做绝学 绝学就是极净世间一切之学 世间的恶一直恶 语学这个求学 这种在我们入教来说 它叫做理学 也叫做心学 也叫做性人之学 那要學到什麼程度 學到我們了解 對不對 像我們道理但是頭一遍你聽 像我上次讓我來報告的時候 主委你聽起來都會覺得很渺茫 聽不太有 但是聽久別說什麼 我們如果你聽道理 但是你聽得很小的比喻到不會有的企辱 包括我們聽每一個江蘇子鼻前輩子鼻都一樣 就你聽一個句跟聽有 學所說的 聽久你就沒 但是聽都沒什麼過多 聽一個句你的心靜下來 靜下來會靠你的企辱 就是聽得懂 尤其 如果那個你有打過 還是你有學過 那個企辱性有更快 有沒有 有更快 所以這個說極盡世界的一切思維 就是幫我們這四人說 學的 還可以把他進一步 把他打拼 精神 一直學到他 真正了鐵 了鐵 了徹宇宙所有的萬物 這個叫做絕學 這個叫做絕學 我們可以從朱熙 朱子 他在大學裡面這一本裡面 他有一段 這一段 是大學裡面 當時候秦朝 秦始王橫書坑爐的時候 把那個格物的東西都把它燒掉 所以朱熙夫主才補這一段 那當然後來我們呂宣祖有沒有 符佑帝君 他也有上天老母的意思 也有批訓一個叫做學庸淺言新柱 那個裡面就有補格物的這一段 如果以朱熙的見解 他說所謂自知 自知就是剛才講的叫絕學 要推展極致到我們能夠無所不知 無所不曉 就是要能夠徹底來瞭解 他說在格物嘛 所以一言欲自無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 所以你如果要能夠 把所有這些無中間 包括你自生中 所有這些靈體靈靈 真的能夠徹底來給它典現出來 你要格窮其物理 對世間所有 人家說一不責有一理 一個萬物都有一個理存在 物物各有其理 所以你如果一理通 再來怎麼樣 萬理就策 一項道理你如果抜 你把它推延起來 你一項你就會了解 所以要學就是要幫你推進這裡 所以改心靈 心心自靈不不優地 你天下之物物不不優地 人都有靈體靈靈 天下之物都會有的道理 但是為它理由美景 故地基有不賤 就是我們從道理沒有了解到天了 所以要知道優寒 要知道優寒 所以是台科激到必須學者 借 Gins ska learn 一直打拼 讓他最後達到 這一段不是我要解釋的 所以我把它大概練過去 他的意思 是不是叫你要去成就我們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學要把它擠進 要把它成格 共 無共真 被教他 大家的了解 那個境界 這個叫做絕學 這個叫做絕學 好 我們翻過來另外一個 那麼在這一段裡面我們再特格補充一下 《易經》的縮掛段 那縮掛段裡面他就有解釋 有關於這個方面的 也是我們講師義在強調 《共理進行 易志遊兵》 也是什麼學 心學 所以在宋明旅學 宋代跟明代的這一些哲學 這一些儒家儒士 他對於我們儒家的道理 因為剛才講經過那個秦屬王恒淑坑儒之後 所以無形中在暗的這些宋明旅 宋明的旅學家 他們暗中就是在 把這個儒家的道理推動出去 所以他是講 都在講理學 都在講心學 心即是理 所以孟子不是講一句話嗎 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者可以嗎 知天 所以你要知天一定要知性 你要知性一定要盡心 那盡心跟大家講 盡心跟理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是盡理 你要窮盡你這個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理 所以我的括號裡面就談到了 天使我有 事之未明 這一句話把它中庸講的 天命之未信 上天附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一個自性 所以諸位 窮理盡性以至於病 這個病 不是我們一般說的生命的命 這個病是天命 這個病是天命 所以我們的自性是從上天附在我們身上的 那麼這個病啊 在我的身上叫做什麼 叫做性 叫做性 所以命之在我 我之未性 那這個性 如果在物呢 所以我們性里提示 老师不是講嗎 道者什麼也 理也 在天 曰著什麼 天理在地 地理 負在於人為什麼理 性里 如果在物呢 就物理 所以性自在物 它是位子 也是理啊 在我們人講是性理 在物來講是物理 所以物物各有其理 那你怎麼樣知天 你就是要知 要什麼 要知 要盡性 你要怎麼盡性 你就要窮理 所以理如果窮 而後就能夠知性 性如果盡 而後就能夠知命 所以命之 而後就能夠知之 所以這個知是說 你的知達到積極 剛才講的 這無所不知 無所不曉 所以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 也是講這個道理 這個我都不再重複解釋 這是大概讓你知道 我為什麼要把它列為 極盡世間一切的學 那麼為什麼叫做聖能之學 也是聖明理學裡面 一個叫做張載 他講這一句話是很經典的 有沒有 為天地立心 為生明立命 為往聖拒絕學 有沒有 為萬事開太平 所以絕學是什麼學 是聖能之學 是聖能之學 好 這個都比較明詞了 再來開始 進入真正佛經在講的 第三點 什麼叫做絕 絕就是絕對 超越 什麼叫超越 就是宇宙當中叫做相對論 超越這個相對論 叫做絕對 所以是絕對是一 這個觀念要很重要 絕對是一 不是二的自性之學 簡單來講 自性就是一 簡單來講 自性就是一 我們可以從六祖談經裡面 來跟大家 因為大家對六祖談經比較熟 那勇家大師 他也是六祖談經的弟子 所以我們在講正道歌的時候 可能六祖談經 引用的是比較多 比較多 所以智慧可以更加的理解 那麼在第一品行有品裡面 匯能 六祖悔靈 一直到五祖的發療後 一直開在那裡 五祖的那個所在 一直到辣類人 打類的人 他相處有幾年 十五年 當他有一天 他知道 時機已經成熟了 也就是該他 將這個道 所謂的禅宗遁教法門 把他花陽光打 所以他知道 不能再隱蔽了 所以說開始就來到 廣州的什麼姓 什麼是 法姓氏 所以到法姓氏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禅師 就是法師 叫做印宗法師 在講什麼經 什麼經 涅槃靖 在講的之中 底下有兩個 和聲就對了 他就在討論 剛好我們慧仁大師 他也在後面 因為以前古代在講經說法 這個寺廟有講經說法 前面那個廟的前面都要插一個旗 那個旗啊 所以旗插下去 風一吹 那個旗會不會飄 會飄動 這個兩個人可能 如果以我現在來講 他這兩個人可能 不用心 聽印宗法師在講 講經說法 他看那個旗子 所以這個甲就看到 跟魚講 那個好像風在動 可是魚就講 不是風動 是什麼動 翻 就是那個旗在動 之位是翻動還是啟動 之位都是有智慧的 所以六子也是一樣 他在後面 聽他們這樣議論不分 就不得已去 情況之下就開口了 兩位忍者不是翻動 也不是風動 是兩位忍者的心動 那這一句話是驚動的什麼 印宗法師 所以印宗法師 聽到他講這個道理的時候 不簡單 就問六子說 你 閣下 可能是非常忍 非常忍 說比一般人不一樣 就對了 高深的人 他說還好 好啦 意思是說 六子也是客氣 他說沒有啦 我是怎麼樣的 可是就 印宗法師知道 他說五子 他傳的有一個 一個衣波傳給一個人 就對了 他一定是你閣下 那個時候 可能是因為時機成熟 所以六子他也就 也就是在下 那就 搬出了他的衣波 給他證明 這個方面就是印宗法師 他知道 五子所傳的地址 六子慧能 也是不簡單的 所以當下就問他 他說五子當時候傳給你的 有傳你什麼 指授你有沒有 意思說 教導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六子都回答 指授幾五 唯論見性 不論禪定 不論禪定 解脫 簡單說 他說老師父給我搞什麼東西 不過為他 結果要怎麼建立自己的本性 如果禪定 解脫都不說 因為你要禪定 相對的要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禪定 就是你散亂 對不對 所以六子都破了一遍 不是禪定 渡什麼 散亂嘛 你如果講解脫 是不是你有束縛 你有束縛 你這要說解脫 這個就是 剛才講 是相對的 兩邊的 所以 六子 直接了當作 他絕對沒有 所以他講說 唯 我看經文 唯是惡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惡之法 慧靈六子大師 就回答應中法師 他說唯 這個唯 或學的感觸 有兩種解釋 一種就是唯 我們所謂一般叫 游手作為 我給你做 叫做游 唯就是游唯 後面你會談到 有叫吳唯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唯還可以解釋 名詞 因為 這是有論言 都是這麼解釋的 反正唯或者因為 都不對 提到說 前面 六子回答應中法師所講的 唯有見信 不論禪定解脫 無論 雖無論 相近解脫 全論 無論如何建成 所以 剛才講 禪定解脫 它是相對 是惡法 它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惡之法 什麼叫做不惡之法 沒有彼此的 沒有對待的 沒有分別的 那個才叫做不二之法 所以在這一段裡面的後面 最後六組就講 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所以佛性自性是沒有二的 只有一 所以絕學的絕 它是絕對是一不是二的自性之學 簡單來講 絕學就是自性的學 好 我們再回來 反覆一下 生活思考一下 六組他得到五組的這個道之後 應無所恕而生其一心 以後一直離開 要離開 以後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逐他 為什麼 為什麼要追逐 要得一波 對不對 當時有一個比較 以前當官當將軍的 比較有力氣的 是個五官 他最上 最上 最到我們六組了 那個叫什麼名字 慧明 六組是慧能跟慧明是差一個字而已 他追逐的時候 六組不是不是將一波 剛好放在那個石頭上 他隱密起來有沒有 隱密在草叢當中 結果慧明 他要拿這個一波拿得起來嗎 拿不動 為什麼拿不動 因為不是你的東西 你絕對拿不動 為什麼又拿不動 因為他的新手球不對 所以他拿不動 可是慧明總歸有智慧喔 他拿不動 他就講一句話 講什麼話 行者啊 行者啊 我為法來 而來不是為醫的就對了 我不是為了義波 我是為了佛法的 你看 多有智慧 那結果六組就跟他講 好 既然你是為法而來 好 有一句話 秉息諸言勿生疑戀 意思是說 叫你來坐坐坐坐 稍稍稍稍稍稍稍 不可以後悔心 真真真真 心靜下來就好了 講一句佛經講的叫 望遠把他放下就好啦 那慧明有沒有照六組這樣講 有 他馬上靜下來 望遠把他放下 所以當一段時間之後 兩組六組就跟他開示 就是我們後面就講的地方 有沒有 不思善 不思惡 正於某時 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善跟惡是不是相對 是不是有對待的 那這個對待的不是 所以自信當中啊 所以後面不是講 本上座本來面目 就是講你的自信 那你的自信 那你的自信可以有善惡嗎 自信本體是沒有善惡的 所以叫你不失善 不要想想這個善 也不要想這個惡 那如果這樣不想善 無善惡 就是善惡可以相對之後可以得到全國絕對了嘛 對不對 超越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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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時候喔 那個才是什麼 明 這個明有兩個解釋啦 剛才說的 它是叫做惡什麼 惡明嘛 所以它是明是講 那個是你的明上座本來 如果明上座也就代表說 剛才我們說的 大家說的 我們的得性叫做公明的得性 那個明代表說我們的德性是光明了啦 它是沒有污染的 也可以這麼解釋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的重點 重點是說不失善 不失惡 後面的那個才是 是真正本來沒目的自性 好 這樣我們大概慢慢又懂啦 對不對 好 再來最後這個比較重要 什麼叫做惡 惡就是斷惡掉 也就是 覺離 所以覺學就是什麼 覺離世間之雪 有一個掛號叫做知識 地識 叫我們來傳離到世間的地識 這是佛經的真正的解釋喔 因為世間的地識 我們如果學那麼多 我們會接觸那麼多 我們會接觸那麼多 相對的我們就放不下那麼多 因為什麼 這些東西會變成你的種類 但是這些東西不是說完全都壞喔 但是你無法度人家賢養 因為賢養 就是主頭前講話 是主性的養 你若惡養 你就是眾生的養 所以眾生它就是無法度 所以在佛經來說 叫你來傳離 將這些地識傳離到 所以在佛經裡面 第十九宗 老子就談 決勝氣智 名利百倍 決人氣義 名副孝子 絕巧氣力 道竭無勇 假授性地 人 義 卡利 撞撞撞掉 絕去掉 這邊的聖 不是講聖人的聖喔 這邊的聖 是講一般在社會 對國家 對民眾有些 很有講演的英雄 威嚴 這個叫做聖 什麼叫做聖 這在這裡的地 公務主 老子你說的地 不是 我們佛家你說的地位 他這 老子你說的地 老子就是你說我們的聖明 聖明 所以聖人 沒有 這個 老子 他叫我們來對這個 社會 這些 很多 說 因為我們現在說 學者也好 專家也好 這些很有地位的 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 是不是我們比了一個 所有都在這個 在這個國家也好 在這個社會 是不是這些人在操控 他們全力有 假如他們為了百姓 那還好 可是有幾個為了百姓 所以他操控 他如果不操控 把他缺除掉 如果這樣 我們 背省 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明立百倍啊 安和樂立啊 安和樂立 安和樂立 我們一個說的一個國家會國泰民安 有沒有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為了自己的私利 假人假義啊 所以有這個假人假義裡面 所以對於我們的所有古代的這一些 孝順啊 慈愛啊 這是我們的天道啊 我們的主神本來就有了 這就有你做嗎 沒有你做 所以如果我當中這些基因基督 建立了 我們真的這些好啊 組啊 這些真的會回復都回來 那麼社會這些緊張啊 心機啦 手段啊 所有組織都是利益的 這樣完全建立了 如果這樣是一個社會有這些偷偷 人家說作產愛人 這個社會就變成很平靜了 不會這樣 我們像我講的 門用冠冠軍也很煩惱 對不對 不關事 不要說在那裡 跟我們路里走 或是在那裡不在那裡 就惹來的殺生之貨太多了 我們很像在那裡報紙 還是說我們的電視看來 你叫一下而已 一條命無意有沒有 跟他有關係有沒有 就是看你不爽 這樣而已 路人就是這樣 這個社會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有辦法把它決定掉 就是龍主你說在第十章十母章裡講 絕學就無用 能夠絕學所有這個 假聖假人 假智假義 這個巧跟地 你把它去除掉 那自然就沒有憂慮了 沒有憂患了 沒有憂患了 好 絕學這兩個字 後學把它做一個總結 凡事 用心意識 這有不一樣三種 心意識 後學括號叫做絕見 這個心意識是絕見 如果用這個去學 這個都是世間之學 世間之學 世間之學 這個就是地識 那如果世間之學裡面 剛才說有地識 就是哪個人 他的種的哪些 他的分別就有 他的接觸就哪些 所以世間之學是有 這就是要分別 执著 如果超越世間 可以用世間的家 把它去除掉 超越世間 這個叫做絕學 那絕學 後學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政見 所以政見跟絕見 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在六指談經裡面 的波羅平也談到 六指也講 政見明出世 絕見明世間 那些見的就是世間的 因為在世間 六都倫為 那能夠正低正見的人 一定要出這個世間 超越這個世間 所以超越世間 這個都是絕學 這個就是政見 也就是超越的 剛才講世間之學是心意識 對不對 能夠超越心意識的分別 執著 這個叫做絕學 總之 離開心意識 穿衣 吃飯 都是絕學 簡單說 你如果是可以在你上生我 為人處世 做人得利 包括收得辦得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都可以離開心意識 這三個 這樣你的上生我 都就是叫做絕 那如果沒有離開就心意識 你雖然 搭到三種式的佈經裡面 但是那些東西都變成世間的客 所以剛才有給我們報告 極正世間這個客 不是肉 是你可以營還是不可以營 剛才說的 你如果先營就是你自生你營 你如果奧就是中生的營 所以這個地色不失敗 我們剛才說的 要激進 有嗎 主主說的 這些地色 你可以一直把強教 一直把用 一直把推結到制結的時候 就是可以通得到無所獎 的時候 這樣才可以 這個佛經裡面講的 叫做轉世成智 這個地色不失敗 但是你要把它營造地位 你沒有那些東西 我就營用沒有 不可能 沒有辦法 這個後面 我們鄭道哥也會談到 我們不講 這邊我要談到了 心 意 是 有什麼要離開這裡 這個是 叫做意識 請問我們有研究六十三經 六十三經裡面談到了 我們這個巴士 這個自性裡面 有巴士 請問這個意識是第幾意識 這個意識是第幾意識的 第六意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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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意識 這個 圓仔識 為什麼 你會覺得 怎麼會說 魚照理是意識 對不對 但是 第六識跟第七意識 其實這兩識 都是意識 不過就是說 第七識的意識 這個第六識的意識 對著來 是對第七意識 意思說 這兩個意識 這個是 這個第六識是意識沒問題 但是這個第七意識 是意識的 筋 更 滲入了那個東西 好 好 諸位 我們再 反覆一遍 所有的第六意識 第四意識 其實 我們前面有前五識 眼 耳 鼻 舌 身 眼 鼻 鼻 食 這個 五的在外面 我們裡面那個意 開始 裡面 有一個 這個意 所以 其實我們說六根六門 好不好 是不是有六根六門 五的筋是外面的 眼耳鼻舌身 另外那個第一筋 第六的意筋 它是裡面 所以這些所做的事情 然後 把它一直走進裡面 再來 在這裡走進 一直走進 再來走進去 走進去 走進去 所以這個是第幾意識 第幾意識 那裡的意識 所以我們說 叫做韓常識 叫做常識 常識的意思就是 我們一般說 叫做成功 你沒有人做生業 奧業 都躺在裡面 不是躺在裡面 是尊重在裡面 到最後就是 我們受到這些 嚴嚴高部 一點你就走不去 所以這就是 我叫你 所以 第六意識 就是 叫做分別 我們剛才五筋所看到 有沒有 這個人我知道 會很有錢 這個人我知道 他很沒錢 這個人我知道 他做肩很大 這個人 送到要跪下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有差別 我們心裡會這樣分別對不對 一般人都會 這五筋所接觸的 會產生 到第六意識 產生分別 分別一個 久之後 要叫你改變 簡單 容易 人的習慣 慣習之後 好改變 不可以改變 不好改變吧 不好改變就 不就都這樣就好了 都不會改變 所以一句話說 江山 易改 本性 難以 當然本性難以 有兩種解釋 本性 真正的本性 是沒辦法以的 本不動搖嘛 但是如果以我們世間來說 那個 本性 這邊講的本性 是講我們的習性 我們世間好改變 好改變 好改變 但如果說這句話 這句話 如果到那裡都會改 就四季頂上來改 四季頂上來改 好改變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我跟妳講 有一個高虧 高虧 都要送到那裡 我都改 這樣一世人就是改變了 所以注意 你這世 創作 是未來你後世 所以我們這道道 你沒收 等他也是靈 所以我們今天這道道 我們經過 比社會沒救的道 更好 因為我們就是 要回到上天這條路 要回到我們 原位就對了 如果要找回 你本來 講一句比較好聽的 我們以前 你說本尊 我們現在來的 大概都是分尊 對不對 要回去找本尊 本尊才有一個本位 那個本位在禮天 你沒回去才可以嗎 可以嗎 不可以 因為那個是你本來的地方 你沒有回去到你本來 所以我們說的 我們在那 在那 最大的家庭 就是我們老母娘 你知道嗎 他會不會擔憂 他會不會擔憂 我們老母娘會不會擔憂 會啊 所以我們要讓真正能夠達到效 除了後天的效 除了後天的效 我們還要進先天的效 所以 所以 情好要情於無極天 無極廟 情中要情於迷力天 因為今天我們都迷路的眷屬 我們得到這個道之後 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 這個叫盡忠 你有辦法盡忠 要把你盡 你應該做的本分 把它做出來 尤其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要飲水食鹽 除了後天的效之外 我們還要進先天的效 你知道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 先後天的效都進進 所以世間人意就是無人了解 所以我們所有這些一切來之後 所以在這裡要讓我們了解說 他在這個產生的分別之後 一直的習慣沒有辦法改 這變成了止走 直走之後關係都留在哪裡 都留在 所以你過生之後 你要對哪裡 那些東西就跟你搶 跟你搶 所以他就帶你後世人 你這世人所情的因 你後世人就從哪裡去 不是世後才有 你這世人做的都世了 所以你要說天動地獄就對了 在這世人你現出來 就是天動和地獄 你不要說世後才有天動地獄 你個人來說 啊 但是這是個人的因果 在現狀來講 但是如果 他脫離這個有形象 能夠進入到本體來講 其實你的心 不然你說的 如果不接觸 如果沒有分別 如果被放在那裡 我們的心也清淨對不對 如果心也清淨 到任何的地方 都是 清淨 都是天洞 不是地獄 所以天洞 地獄 我們以前的一個觀念 天洞就是在上面那裡有沒有 天嘛 地獄是不是在那裡 感覺呢 不是喔 這個地方 當下也可以說在天洞 也可以說地獄 就是說在你以前生活當中 你做人的是大人 那是你做人的子 那是你做人的兄弟 當然你如果贏你應該做的 直接去他做 那就叫做天洞 你站在那裡 你沒有贏你到應該做的圍 那就叫做地獄 這樣才有時間空間的犯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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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離心意識 這是佛家的名詞 但是我也大概跟大家談一下 那個絕學啊 就是要離開這個 你才有辦法 第二個我們談到無為 絕學之後才能夠無為 無為之後才能夠變成賢道的 你如果沒有絕學 絕對沒有辦法無為 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建立起來 那麼什麼叫無為 後學也分為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無 無就是不為意思嘛 對不對 為就是作為 那加起來無為就是不作為嘛 那不作為 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不必修 作為就是在修 我們可以從六祖談心裡面的疑問品 六祖因為就是為赤子的關係嘛 他有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以梁武帝所講的 他造勢杜森有沒有 他功德大不大 他自己本身是大 但是在六祖 那時候他請教那個 梁武帝是請教達摩嘛 達摩就跟他講毫無功德 結果六祖給他講一些什麼叫功德有沒有 再來第二個問題 東方人煉經要往西方 那西方人煉經要往哪裡 我們這裡東方人就是我們中國人嘛 中國人煉經都要往西方 那西方美國那邊 那來煉經要往哪裡 他就往東方 所以六祖開示 東方人心先跟西方都一樣 你西方人如果心不先 你煉也不好 所以 煉經重點叫你心清清 心也清清 剛才說的 無論東方西方 對自己都是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是你開花 告白了 他要給你了解 就是說叫我們在村 因為一般就說要出雞 嘛 在紅葉叫做要出雞 出雞收行對不對 要念 黃蜜土 黃西方 紀錄世界 原來那個地方一個好 每個人都是向王 沒有人啦 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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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出雞的時候 頭上四季都什麼 是不是接引西方 所以西方在我們那個民俗裡面根深蒂固 它是一個非常極樂世界 我會記得這以前我聽到這裡在祖壁 我們台南有一間很老的廟 就是以前老的一間住在那個 俄童樂園有沒有 去當路網友有沒有 以前不搬來健康樂園 旁邊有一間什麼事 要進去什麼事 台湾市 台湾市有一個主旗 以前 因為以前那時候 如果我們鄉下 都要請西宮的 西宮的 西宮道書 那到有水準就起來 都請廟室的 飛翔年國 出家人 來念經 做念 一直說做公平的意思 台湾市這個主旗 因為廟 當時台湾市可能沒有很多經 也很出名 很出名 主旗當然大家希望說可以請他來念經 有一天 那個主旗要處理 一天這樣處理 那如果處理還帶他到網坡回來 都要整天 對吧 有一天回來 他們回到開湾市門口 一個裡面 他們在土地就跟師父說 師父啊 你講得無量喔 你今天又帶人去西方 你講得無量喔 你今天又帶人家又接引到西方去啦 他們師父怎麼害頭笑笑說 說到底啦 你連師父 連師父 連師父西方都不知道怎麼對自己 哪有可能帶你西方 連我都不知道西方在哪裡啦 我怎麼會帶他們去啊 我都跟他帶他門部來聽四十六 門部來聽四十六 所以西方在我們的根深蒂固裡 他是很好的地方 因為那個時候當時應運 是西方的 所以是阿彌陀佛 他應運 那釋迦摩尼佛他也一樣 是以這個來作為他的那個 可是我們現在 應運的是不一樣 好 如果以西方來講 以前是開西方的 那現在是開什麼方 我們現在白陽師開什麼方 就是開的 蛤 南天文 什麼 南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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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南天文 什麼 南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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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了 現在應運 要回到西方 南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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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找不到他 說到找不到他 再講一個 俏皮話跟大家分享 這個講完我們在休息 有一個大人貴心 貴心我們說的 一定要請師父來念經 現在師父請來 我們送家 當然要請來就是 要開始問我到底 介紹多少 對不對 不然做做之後 把你開到一個 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 現在這個 這個提主就問師父說 師父啊 你這個涼意到西 意思說 這樣涼經涼到西方 叫做世界 到底多少錢 好 不然假設 我們現在 以現在的 價格來說 差不多 三萬 三萬 他說 我送家說 三萬最多 我就沒辦法了 少少少少 可以解釋一下 可以一萬 兩萬 可以嗎 不然東方 東方 現在沒辦法了 錢不夠了 就師父 現在一個 沒辦法了 本來是 念西方 大家就要 用西方 現在一個師父 在嘴經 念中 的時候 他們老爺本來 要遭到西方 現在 現在 沒辦法 沒辦法 他們這個 師父 嚴對東方 後來 他們這個老爺 貴姓老爺 在西方 走到東方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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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這是俏皮話 他就跟他們 小孩說 小孩 你害你老爺 走來走去 西方就 給他錢 就不夠錢 你怎麼可能給他 這個是一個俏皮話 所以不是說這樣 練來練去就有了 這是說 你的心 到底在哪裡 你的心 如果把分別 執著 把它放下 其實 東西南北 所有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什麼 極樂世界 好 第一則我們上來 謝謝 再大聲一點 為自己做抉擇 六萬年堆積多少恩怨情愁 因果 什麼夢醒不了 什麼病 改不掉 是不是分別心執著 有時候會難過 有時候會難過 默默地淚水流 修斑中 屢蟾屢翻 心願亂是非多 一個人怕寂寞 到理念不成熟 為付出 就不可能有收穫 徒兒別哭 視看度 是否真心就足夠 徒兒別哭 在逆境卻不願有 荒涼夢 無常就切莫痴心在探求 想沈破 必經過 考核 我給後學貼 你看他的歌詞 跟我們今天講的那一樣 所以是有一樣的 可是他的調唱起來 可能也會震撼我們的內心 所以稍微用心去把它思考一下 有時候會難過 默默地淚水流 修斑中 屢蟾屢翻 心願亂是非多 一個人怕寂寞 當理念不成熟 為付出 就不可能有收穫 徒兒別哭 視看度 是否真心就足夠 徒兒別哭 在逆境卻不願有 荒涼夢 不長就切莫痴心在探求 像沈破 必經過 靠河 徒兒別哭 是依然在途心靈的左右 徒兒別哭 是半途走過坎坷 簡難中 心只探側 淋漓七華香河 感恩喜 熱圖永遠要記得 劫難中 心致纏色 淋漓起花香河 感恩心 仍永远要切得 好 心致纏色 可以了 手指推就好了 不用了 心里很冷 好 心致纏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首歌或许是感触良多 那因为我要放这一首歌 跟参面讲的重点 修道不能够圆满 就不知道它的方式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它的下手是在哪里 所以里面的歌词 老师跟我们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 要为自己做抉择 意思说你要做佛 不是要看你自己 但是六万多年 这么多年来 我们堆积了多少恩怨情绰 我们做了多少的因果 老师讲到有什么梦不能醒 有什么病不能改 后面讲的句话很重要 是不是分别心执着 就是刚才讲的 心以示 还有一个 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寂寞 因为我们的道理念不成熟 我们对道理在听的理念 没办法成熟 也就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修道才会那么痛苦 收到如果知道要眉角 捏得对 收到要看哪里面 收到如果收到的油头甘蜊 这样你收到你的方法不对 所以我们在听道理 我们要用什么听 不是那个意识听 要真正用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真正的心 所以心意识 那个心当你不买的时候 就变成阿赖的事 但是当你如果咳咳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所以用你主心 那个主心就是你的佛 这样来收来做 你才会快乐 老实说的 我们才会心甘情愿 一个做事 是你收到办法 做到心甘情愿 请问他们会发力像啥 会啊 哪做哪发力 哪做哪有油头甘蜊垂头上去 那就是说 你修到是越修越痛苦 我们要越修越快乐 但是理路如果错 你会越修越快乐吗 这个就不对了 再做下去又不对 这样会快乐吗 这个毛病没改 再加一个毛病 这样你会快乐吗 不会快乐 所以我们研究经典 莫过于就是 让你知道这个窍门方法是怎么样 那这个窍门方法 讲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回归到你自己本身 那个心 刚才讲有一个心头 有没有 我们前面上次也讲了 心头嘛 我们有说到有百姓症 好不好 百姓症 西方有十万八千里 是不是上一次我有讲到 有没有讲到这个 有没有 因为后世以后 有好几个地方要讲的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讲不知道 有没有讲过 西方有十万八千里 西方点破在眼前 有没有 我没有讲到眼前 应该有 我记得有 眼前就是我们眼前 不是都眼睛看了这个前 对不对 是眼睛未看之前 脸色还没看以前叫做眼前 眼前就是脸色 那如果要讲得清楚 心未同意情 这个心还没同意情就对了 心未同意情就是说你的心头 心头 所以台读是在心头 大道是在心头 心头 心头来说就是心的源头 简单说就是你的主性 你的自性 所以你看 我们点文书里跟我们点 我有点请教 点文书里点的时候 那个点的一支是向来向我 明师一指 那是向内还是向外 向内那个才是你 可是我们有没有犹豫 众生真的疑病太重了 犹豫是真的吗 所以点文书 他这边又出来 要有一个动作 在里面是对的 你赶快进去 是不是懂点文书是这样 这边点啊 然后这边在一个圆圈 然后从这边压一下 一般不是解释说 点文书开 再问再关 老师说不对 我老师开开再关 关 要做这些 吃饭 你应用没什么事 开的是这对 这个心头要开不开 要开 我们今天明师一指就是开这个心头 那心头开是什么 起召玄关 是开波罗庙门 这个开这个是要开到的地位 地位对这里出来 你会把他承担 不承担 看什么 看你个人 看你个人 你要点点 滴滴在什么 心头 那如果这样你收到 才会快乐 你才会快乐 那如果没有收 会有痛苦 因为你的收是有目的的 你的收有希求 你的收就是有独装的 那如果没有你所求的 没有你所需要的 没有你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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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付出是这么多 为什么回馈的这么少 诸位 修道有没有回馈的 主有牺牲奉献四个字而已 尽你所能所作 所以老师也知道 我们每一个众生 绝对不能做到 尽善尽眉 但是老师也不要求我们 做到尽善尽眉 他只要徒儿 你只要把我 做事情做到 尽心尽力就好了 可是尽心尽力 我们要做得到吗 我们又做不到 那做不到怎么办 就放弃吗 不行 朝这个理念去做 朝这个理念去做 所以我放这个歌 主委如果要这个歌 可以网路马上赶他打下 徒儿别哭 马上跑出来 现在网路很方便 不用再copy 好 我们再讲底下的 所以在无相诵里面 六祖开世为赤子里面 第二个就是谈到 在家也要修 对不对 出家都是要 最后会修到希望极乐世界 那在家怎么办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无相诵 无相诵里面的第二句 就是什么 行职合用修禅 请问诸位 修禅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修禅的目的是什么 禅就是要定下来嘛 就是要心让定 心让不乱对吧 不乱做事 就会正确 心如果乱做事 会正确的吗 就不会 所以那个禅定里面 就是要让你静下来 专心于智 然后表现出来 那个行为会不会正 行为就正直 所以行 那个六祖讲的 就是什么 行直 就是行为要正直 这个人他做事的行为 要正直 请问诸位 行为正直 是你说你的行为对吧 就是 行为的行为正直 请问行为的行为正直 他是什么人你做主 心 心有情有吗 我们的心吃 行为就正直 如果心吃行为正直 请问要再来修这个宣定吗 不需要 因为修三顶就是 你心会定 会来看证 证 来行为表现正直 所以你只要要求你自己 我做出来行为正直 原生到内地 我的心 如果讲 这样我再修 要再修吗 还要不要修 我做事都照拼着来 照道理来 我的行为都断正 请问这样再修 要不要修 要不要修 应该是不用修了 你行为就正直 要怎么修 你修就是你没有正直 才要修 我们做到 歪歪曲曲 歪歪歪歪歪 做事的时候 高心到角 不知道要再修 我已经做事都正直了 行为都正直 代表说我的心都正 这样我就不用修了 所以我们马祖道一 他就讲道要不要修 道也是不用修 但是有一个先天条件 但莫污染 我们的心本来是什么 清静的 参行分别 参行 你的心是直接的 请问这样心有清静 好不好 就代表说你 如果分别清静 你的心就受到无量 所以你都可以不用修 但你只要你心 莫污染 就是代表要清静就好 你的心也清静 不用修 这个道理我们大概还算不懂 我们再翻过来 老师 他有来两次讲道不用修 但是要尊主人当家 这句我们工师大师兄 你说好吗 真主人要当家 就是要真主人做主 什么人叫真主人 你的自生 你的主人翁 你做事如果主人翁 刚才说的 做事主人翁出来 那个行为 他就正直了 那你觉得再修 不用修 修的目的 是要找到你自己的主人 真主人找到了 觉得再修 不用修 我换一个角度 在社会来说 他说道也不用修 但只要心安利得 就可以了 请问主人 小肝人 包括我们现在 你的心会这样吗 忐忑 是不是国语是这样 忐忑 上面自己 上面自己胸 上面自己上下 上下 俗意你说 吊十五架 吊十五架 踏十五架 踏十五架 什么意思 七上 八下 七八 咬到十五架 咬到十五架 平安 两架 平安 要安 一定要拼 心 如果拼 心就安 請问主委 我们无法安 我们也在图中很多年 你怎么无法安 四十五架 或是孙子 有点稍微 你便烦恼到要死了 不是说我们主委 我也同样 真的 烦恼 我们会受外在很多烦恼 但是有这句的不错 十九十十当 不必再煮煩煮汤 有没有 这句如果用在这里不错 不要想这么多 来者就不去嘛 去的也不留 改天来 坦荡荡的去接受 因为每一个人因果不一样 不是收到党都熟孙 不是收到党都变成好的人 如果好的人 注意你看 看点蚊书都收到不 很苦 比一个 点蚊书以上 副总的时候 你跟大家都很好 如果我不知道 我是三到九要几粒的 他不是做点蚊书以上 就收得多好 注意 像我老婆 其实等一下收到 比我还好 做典华是霍天的责任 我们是要尽这个责任 我们虽然不做典华书 不做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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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普通的道庆 但是我把普通的道庆角色 什么叫角色 简单啦 道庆有一些好的我的参目 抗子的道庆 在村的角色 好不好 角色有在道庆 你自己做人的应该 我做人的是大人 我做人的事实 我爱做的好学 做人的事实 我爱做标准 我们如果没有尚不正 什么 下着好爱 要以身作者 尤其现在的孩子很聰明 我们南部这一句话 我如果用一句话 在台北说 台北听不懂 怕饭死嘴 听不懂 你应该听不懂 比喻说 你说的 如果不够那时候 因为你做不够 他一定会把你 意思是拿一个东西 把你赌一下 你赌一下 都不用说话 你不要讲嘛 你根本做不到 你还讲我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那要不要以身作者 我们的身是从 生活是对着来 对我们的心 心理所启动 所以你会不安全 感觉会好的时候 你就是因为你心不够 为什么心不够 你就跟人家够 他也跟人比较 所以我们说 收到这两个够 不可以想 你都处处跟人家计较 又处处跟人家比较 主要 要比较 不是不可以 是看你对桌面 你如果对你自己要求 可以 对内在 自己精神要求是可以的 但对 这就是对外在的 不要跟人比较 比不可以 人家比较 去死人 所以我们对自己 要求自己可以比较 为什么人家修这么好 我为什么修不好 人家打心肚子 人家就这么打拼 我倒肚子 我又这样 悠哉悠哉 悠哉悠哉 悠哉悠哉的意思就是 要走到人家不走 你看看 这个我们要去比较 这个才是对的 你如果用 对外面这种 技巧和比较 要来收到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 你收到很痛苦 你要感觉会安 因为你处处都不便 看着人好多 心里 看着人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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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海水的泡浪 海水的泡浪 有没有停止 没有 一看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我们的身心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 什么叫煩恼 身心不得自由 叫做烦恼 心苦和心 它是年过代 所以你只要 我祖父人心安 又要理得 这人做事情 有合得力吗 吃行就是照得力 这人做有整支 做有拼借 到哪里人人都 欢迎你 因为你跟人家相处 都不计较不比较的 所以到不用修 是建立在这几个情形之下 这是第一个 什么叫做 不必修 不必为 对不起 不必修 对对了 那第二个 为 为就是照做的意思 自作 不因年自作 没有因阳自作 照做啊 就是什么 无为 这个无为 以佛经里面 又有很多名词 第一个叫做真理 再来就是真理 再来就是真理 再来就是内盘 再来法性 再来实相 再来法界 再来虚空 再来直径 这个我不解释 后面如果讲到 我们再慢慢解释 所以你会感觉说 是哪有经哪一个名词 刚才说的 那个真 这个真 这个无为 又有分作 这么多种 是哪有没有 要说一种 要说这么麻烦 因为我们中心就是 很够接着 说到这项就接着这项 所以佛德主比 就怕你接着 所以又用北众来说 让你能完成 所以他一直来说这么多种 所以这些都包括 同样的意思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无为两个字 是无因年造作 不因年 我请问我们主委 性缘先佛 主佛菩萨 他做无因年 他在做这些工作 无因年 我现在依这一段来讲 这一段的解释 无为 就是无做因缘作作 简单说 我做这个不是因果的 我无做因果 如果无做因 会在做不 不会得果 所以我们人家说 反复 为什么 为佛 菩萨呢 为因 既然为因 菩萨你做 有做因年果不不 他是没有的 他没有为了因年 还有一种无因年是什么 我不为了什么而做的 我们世间我们人心 如果我们做这些工作 譬如我帮助你 是不是说 我有什么目的 一般人是不是这样 我帮忙你就是有目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佛菩萨 主佛菩萨 古生先年 他在做这些生就中生有无 没得的 他没有目的的 一般人说没没得 没得做 对不对 这不要做嘛 但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你做的 但是我没有目的 所以有一句叫不为 无不为 无不为 后面还要加上三个字 叫无不为 或者加四个字叫做无所不为 所以《道德经》里面 三十七章无违章 他就谈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是思想是无为 但是后面还要加个疑无所不为 刚才你说的这个无为 是真如 在我们的自生 其实无为 就是你说 如果老公主你说的道 就是道的铁 帅 如果无不为呢 脅自舆 安全 創面的状糕的道理 到底不び can 由第一 按使用两个 那epherd 退 說你的主性 用 說你的性虎怎麼用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營 比較像教導你來說 我們入教 你說 率性的時候 你用的時候 剛才說的 你這個性虎是不是行為正直 行為正直 剛才說的是心情嘛 如果心情還要延伸過 就是代表你的主性所流落出來 這個人猶豪是大人 是對主性所流落出來 猶豪是大人 所以這些道理就是要讓我們了解說 在烏調間 都就是有道得用 道的 道的 退得用 退就是他原地 本地 他的本地就是無為 他的 衝 好 他的用就是無本為 這個道理 如果以佛經來講 道的本地就是吉蘭不動 做的本地 它是非常的急症 極症 靜得無聲呼聲 有沒有 靜得無行無窮 但是你覺得他說無恩嗎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 他無聲無色啊 無錯 無秀 無秀 無聲又無相 但是他還可以生一天地 有沒有 無情他怎麼樣 是不是運行日夜 無明可以長養萬物 所以 當他不動的時候 他是不是急性 佛經有講的叫什麼 真空 真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叫真空 真空裡面 什麼都有 心裡都有 所以我們一句話說 有什麼說 免有那個麻雀有沒有 麻雀 小 可是什麼 五臟 它還是具有五臟耶 那麼小的東西它還存在 這是道的體 那麼道的用耶 感而睡通 當他急能不動 他是真空的 可是當他一動之後 所有感睡通 就能夠通達無敗 沒有障礙 沒有阻礙 沒有阻塞 所以佛經叫做 叫做什麼 真空成什麼 產生妙有 那個妙有 就是無不為 真空 就是屬於無為 剛才講的是真乳 這個道理給大家說 了解 那麼在道德經裡面 又另外一篇 明德章三十八章裡面 老子又講 上德無為 而無以為 下德而為之 而有以為 上德 就是簡單說的 那個上頂有道德的人 就是我們現在說大德的人 他是無為的 這無為是什麼 而無以為 而無以為 什麼 就是他處事 中間 絕對沒有詩篇 就是前面講 沒有造作 他沒有祈求的心的作為 叫做無以為 沒有心的喔 但是下德為之 而有以為 下德的人 就是接著的 這種人就 有意為 有心的 是一些作作 刻意的製作 刻意的作為 所以說 所以我們 上德不德 下德 指得 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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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道德 最後面再講 古代人 大德都講 天地無為 而無所不為 故能藏生 日夜無為 而無所不為 故能藏光 圣人无为而无所不为 故能长寿 在这里要教导我们 无为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懂吗 无为是什么都做 但是做了 有没有留下痕迹 没有尊贵罪无劳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罪无分了 尊贵罪无劳 无分了 所以像我们去海边在玩 海边那个水如果退潮 我们走在海边那个沙汤 有没有痕迹 退潮之后我们走有痕迹有吗 有嘛 但脏潮之后退下去 痕迹还在不在 不在 阿亮 讲过一句话很贴切 环走过 必留下痕迹 有 是你看不到而已 天地万物 圣人日夜都是这样 所以无为是无所不为 因为他无为 无取求心 所以在做所有一切 将他的本体里面的作用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在这一段无为后学又把它一个解释 老祖讲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是生于无 所以似乎无是有的本 有没有 有是从无来的 以本体所生的作用 所以作用是从本体而来的 我们这个生股会多重有没有 刚才说生股会多重 里面有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里面有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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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股没充满呢 里面有什么 自信 里面如果没有人性 本性 这个生股会有的人吗 没有啊 你不是哦 病毒观感觉都在那里 那都没有啊 对不对 那个看不到啦 所以 有这个体才能参行这个作用 但是这个体爱之后 真有体出来 自信缩出来 比如说这个人 他比一个人 这个人很友好 友好对不对来 什么自信流露出来 自信流露出来 友好是大人 他绝对不会的 今天是大人 有就是说 现在有啦 现在小的都有的财产 有的什么太多 但是我现在你说 有一个真正友好的人 他敢不照做 他敢不勉强 他绝对不会 他一定知道 上半段是父母栽培我们所有的 孕育 生育 养育 教育都好 后半段父母联系打来 要靠我们子女 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 庸宜 台诺 结国 奉旗 所以完全是帅本性的自然而发出来的 叫做不照做 这个叫做无为 所以无为简单说 对自信流露出来 叫做无为 这样再听得有啦 刚才说无为就是什么要求 应该做就要做 无为是什么目的的就是无为 那么在这里再解释说 由本帖所流露出来 本帖就是说自信 自信所流露出来 自然而发出来 刚才说的自然而发 幽后是大人 自然而发来 阻碍到我们的世事 自然而发来 兄弟可以享有帝共 老母可以享敬如宾 这个叫做怎么样 无为 所以无为之位做得到吗 做得到 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做 对不对 心态不对 有祈求心 是不是无为 不对 应该对 这是你做人的本人 这个应该做 这个叫做无为 没有什么祈求 所以换一句话来讲 前面讲的叫做绝学 就是要唯有离心意识绝学的 才能够达到无为 刚才告诉我 你要无为一定要转核 这个动作 另外在佛禅宗里面 叫做明星见星 在净土宗里面讲的 就是达到一心不乱 那么在我们中用 你说的 就是率性之味道 这个都是无为的境界 第三 贤道人 你如果能够绝学 又能够无为 这种境界来讲 你真的叫做贤道人 所以这个贤 就同样那个我们清贤的贤 因为古代的贤都是通用的 这个贤后学也把它两个解释 第一个贤的解释叫做防 防 就是有防灰之恶的意思 防灰之恶 不对的 做不对的事情 还是那个死灰没有分辨的 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人的防灰之恶 这就是叫做寒 意思就是说 内心清静 没受到外境来所赶了 那个外界的 这些所有一切禄定境 要赶了到我们的心 我们都给方知的条 叫做寒 也就是说没受到的影响 这叫做寒 所以在《异经》前卦的文言 也是九二的这个卦里面 他就谈到 寒暑专吉性 要的寒就是寒 要防止就是我们的射念 心中要尊到有那个性 所以射跟性 它是在对面 大家说的 一个射念 一个就是正念 所以这个射是对着来 注意要一个了解 这个射是对外面 人们看到外面的一切 所以参形我们心会动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防止掉 那如果要防止掉 注意是要防止外面 防止里面的心 这个射是对外面来的对吧 但是外面的影响 我们的时候 所以我们必须要防 最后一切 对外面的影响 我现在给我告诉你 既然外面来防止 但是我 是要防防外面 要防里面 看法 是要防 防里面 防外面 防下 你怎么都没法 你防外面 防这项 都在防这项 你永远防萬 是怎麼說 因為你看到所有一切 譬如說看到這個人 人家現在說愛配料 有沒有 這1萬2萬3萬 有沒有 我不知道 現在剛出來了 台灣還算沒有 這很貴 我想要賣 請問 你想要賣 是什麼人要賣 想要賣 你教他有很多 很多 你如果說這個放不掉 那又放不掉 另外一個東西放不掉 你如果想說 反正不應該奢侈浪費掉 我都不要 我不應該不使用 不使用 跟外面在拜託面 我自己心裡面很健全 那外在所有一切 跟你有什麼關係 天塌下來 奈我何不了 所以我才會心裡說 到底要放外面 還要放內地 要放內地的心 所以要放這 所以裡面內心的性 性心 造出來的時候 有準到 色就不會入 意思說 你如果準要有色心 就沒有正心 你如果有正心就沒有色心 那就是意思說 你那個性就沒有色 有色就沒有色 所以在隔壁年壁這一個賢人所講的一句話講 環為外所勝得 皆內不足 環為誰所奪者 皆正不足 內心的正氣不夠 用於受外面 所以我們今天 受道理 學道理 是要強固我們的心可以強固 不要受到外面所一切來說 所以我們儒家後面也會談到 我們要存天禮 去人慾 人都會有夢 萬盡成年當中 讓我們沒辦法的就是這個慾望 慾望天得滿嗎 天不滿 就像我們在吃飯 我們這間店吃飯會吃到以前的賣 人家吃到以前就比較煩惱了 那便宜都會吃到以前 所以我們如果人家吃 要感恩 對不對 再一次 也要我都吃虧 你如果像那個 殘橫醋那個西郊背不過 那麵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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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便宜地裡 要吃 我吃不了 你就知道煩惱了 你就跟醫生說 再花了很多錢就沒說 沒關係 但是那幾個已經想不到 先說 嘴 最好開始差不多要開始算薄的一條 甚至沒辦法下來 命在蛋石 命在 什麼 想不到 啊 跑家在 這句話是好的 主要繼續來 好家在是好的 因為沒這樣做 所以修道就是要保持這個 所以實時實時都是要去鞏固自己 所以老師講的 我們為什麽會受外在影響 因為我們的心魔在動 我們的心魔在動 心魔在動嗎 心魔就是什麽 在佛經裡面講有六種根本煩惱 在佛經裡面講有六種根本煩惱 所以有一切煩惱就從這邊 那這六根煩惱又分得起 又把它濃縮 只有三個而已 叫做三毒 所以三毒是第一陣門 三毒跟相機來 頭一個叫做燈 燈如果燒得好燒 後面比較好燒 因為後面都從燈來 那要不燈 當然要盡一本分 你要看得到 剛才說的不燈就是 有燈就是有望 有沒有 無燈就是沒有有望 所以修道人 有望不可以太多 所以人家說性人是無欲 聖人達到聖人是無欲的 但是我們沒辦法 我們要當賢人 賢人也是少欲 那如果凡夫呢 就是多欲 所以我們要修持這個 把它引起過來 再來第二個 什麼叫做賢 賢就是賢俠 我們不是講賢俠 第十四類嘛 賢俠 那賢俠是什麼意思 就是賢俠智德 智在解脫 這個計劃把它引引反悟過來 就是能夠開悟見性的人 一個開悟見性的人 他一天吃飽都可以做事 沒事 沒有事 就是說沒有 世間才的事 影響到我的心和心的一種不同 產生種種的煩惱 絕對沒有這樣 你才會瀟灑自在 你看我們老師 穿到那邊 有沒有 他有沒有很瀟灑 他瀟灑遊戲在人間裡 所以最後 換了一個名稱 非常好的尊號 叫做什麼 兩個字 對 活活 瀟灑 他有沒有著重在世間上的一切 受他的影響 絕對不會 尤其是老師一遍 很瀟灑 俏皮 然後走到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海邊 以前沒有海邊 差不多人家的客人 以前我們在世心區 都在客人家裡 有人在世心區 看人家 很多人都跳到客人去世心區 老師就講的一句話 世心不如世心 世心區不如世我裡面 也洗敵我的心 所以這一句話 因為你心要解脫才有辦法 你心沒有辦法解脫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 所以六祖在菠蘿品 他就談到 淡靜本心 淡就是只要 只要你能夠清淨本心 也就是說你的心是清淨的心 那怎麼樣 十六四出六門 一六春中 無難無雜 來去智乎 通用無智 則是波濡三昧 自在解脫 明無戀行 好我這邊解釋的就是 自在解脫 你的心 若非到清淨的心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你的心也是 用心獨得出來的 做事都照拼 做事都照道理 這樣來講 你不可以看一趟就照一趟 這趟不可以給你擲 你就要怎麼擲出 你不會這樣 好這邊的六四 六成 當然就是六根 接觸六成 而產生六四 所以我們每天說十八地角 有不 十八第一是從哪裡來 是從這邊 是從這邊 十八第一 十八第一 所以一六成中 無慘 無難無雜 無念無雜 就是無無念 也無分雜 什麼叫無難 無難就是沒有執著 無執著 無執著 無執著有分別了吧 placebo 不 無念 不起雜練 不起妄 què 不起 BO 那issy MAL有沒有自由 那就自由自在 有沒有通達 通達就無礙了 無自就是沒有停止 沒有自愛 停止就對了 這個叫做真正的智慧三昧 也就是能夠自在解脫 這個叫做無量賢 我無戀 就是在一切境界裡絕對不起心 也不動戀的叫做無戀 這個後面會談到我們這邊不解釋 這個叫做賢 那什麼叫做道人 道人指的就是修行佛道的人 好 這一句話後面就 絕學無為賢道的人 對不起 今天我們只有講這個計畫而已 解釋叫做真正絕學世間之學的人 而且又能夠達到無所不為了 他做任何這個事情 就會做得非常非常的圓滿 既然做得也滿做到什麼 剛才講的一心不亂 而能夠達到清淨無比的 這個才叫做什麼 賢 道 忍 好 主委有沒有問題 我這樣會不會太慢 真的很慢喔 這時比區間車還慢喔 因為今天你兩個小時只有講這七個字而已 但是後學講 剛才前面講過 七個字如果懂 後面其實也不用解釋了 我們今天可以上課 到這邊就不用上可以了 要不要再上 因為後面都是解釋這個而已 後學的再分享這個 就是心得啊 大概是這樣 希望主委如果講得不好的地方 或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今天可能對日常生活有多少有講一點 多少有講一點 就是配合我們在修道跟半道日常生活 把它襯托起來 讓大家真的是有所來而有所得 所以如果講得不圓滿的地方 我們扣求 宣活 慈悲 如果需要改進的地方不用客氣 沒有那個英文說的人都是對的 不能這樣聽的人比較厲害 所以也可以期望 主委給後學的多方面的意見 讓我能夠精采自己 不要自己以為自以為是我講的都是對的 不一定是這樣 大家互相提起 所以最後敬祝各位 髮喜充滿萬事如意 謝謝